美国前国务卿万斯左日本前外相原田之右来源日本共同网 1979年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不久 美日两国政府为让中国经济对美日形成依赖 避免今后成为威胁 曾密谋举官方和民间之力的合作方式来瓜分中国 日本外务省20日公开的外交文件显示 1979年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不久 美日两国政府为让中国经济对美日形成依赖 避免今后成为威胁 曾密谋举官方和民间之力的合作方式来瓜分中国 而中国在此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 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该外交文件显示 访美期间的日本时任外相元田 是1979年4月6日与美国时任国务卿万斯会谈 双方声称从美日争夺在华权益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教训出发 在协助中国现代化之际 日美应该携手合作 元田只还具体列举了中国的运输石油和油等资源开发 通信和电力领域出美日合作外 元田只甚至还提议在美国国内也设立类似中日经济协会的机构 他声称应让双方的民间团体也承担支援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工作 一日七日元田只有与万斯举行会谈指出今后中国成为美日威 邪的事态也并非无法想见 他甚至称美日民间团体对华协助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中国 今后离开美日就无法推进现代化的机制 表明了将中国与美日捆绑在一起的战略 日媒表示中国经历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 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 日本外务省20日公开了25册外交文件 主要包括1986年11月时任首相中曾跟坑洪第二次访华 前苏联切尔诺贝利和事故相关的日本政府应对 其中也含有日本1985年到1986年的中东外交记录